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老师要我们养残宝宝 观察残宝宝的一生 那你要好好地照顾他们呢 嗯 残宝宝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啊 妈妈 你快来 有好多黑黑的小东西 看起来好恶心哦 来 我看看哦 哦 这是残宝宝的大便啦 他们只要吃丧叶就会有排泄物啊 你要记得清理干净哦 让残宝宝们有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啊 妈妈 为什么这只残打出来的不是黑色的大便 而是很奇怪的颜色 哎呀 他拉肚子了 啊 你昨天喂他们吃桑叶的时候 有没有把每一片都擦干呢 残宝宝如果吃了没有干的桑叶 是会拉肚子的 啊 原来如此啊 残宝宝 这对不起 昨天太兴奋了 所以有几片忘了擦 没想到害你拉肚子 我下次一定会好好记住的 宝儿 你的残宝宝养得怎么样啊 你看 我把他们照顾的都很好哦 每一只都肥嘟嘟的 真的耶 那你的残宝宝呢 我 我 啊 什么 小瓜 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照顾他们 你说 我 我有啊 你哪有 你不知道残宝宝的生命很脆弱 如果不好好照顾 很容易就会死掉 既然你要养 就应该好好爱护照顾他们啊 如果你是残宝宝的话 你会喜欢住在这里吗 真的很恶心耶 对 对不起啦 我一定会改进的 你一定要记住 不可以再偷懒咯 不可以再偷懒咯 小瓜 我 你的残宝宝 死掉两只咯 什么 死掉了 怎么可能 这 我 我怎么会那么糊涂呢 蔡宝宝 对不起 都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 才让你们这么快就死掉了 妈妈 你快来 妈妈 你快来 怎么了 乖孩子 你这么细心的照顾他们 他们不会生病的 原来是这样啊 我还担心 是不是我不够小心呢 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残宝宝 我的寿命只有短暂的两个月 小时候 我努力地吃很多桑叶 然后吐司变成残 最后破茧而出 变成鹅 虽然我不像你们人类 有很长的寿命 但是我仍然很珍惜 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 我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每天有干净的桑叶 和清晰流通的空气 还有卫生的环境 我就可以活得很快乐 当你们把我带回家之后 希望你们会好好地照顾我 因为从残宝宝变成飞鹅 是一段很辛苦的过程 只要你们细心地照顾 我才能健健康康地 长大度过快乐的一生 细心地照顾中 我们下期再见 desirable sem Chilic 我们下期再见 你要做什么 下面 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ğ